近日,所谓台独分子名单被受两岸媒体热议 不少网友还自制了种种名单 悉数点出这些台独分子妄图分裂中国的言行 台独教父两国论创造者 固子里自认为是日本人的李登辉曾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日内公开叫嚣台独引发96年台海危机 而后抛出臭名昭著的两国论 两国论起草者 去中国话,渐进是台独蔡英文 现任台湾地区领导人 早年曾参与两国论起草 在担任陆委会主委期间 不遗余力地鼓吹两国论及一边一国 当上台湾地区领导人后 不承认九二共识 奉行去中国话和渐进是台独 让彭博发展的两岸关系激动 台独工作者赖清德 以台行政机构负责人之资公然宣扬 台独理念 叫嚣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 严重冲击两岸关系底线 陈水扁一边一国创造者入联工投 陈水扁作为典型投机台独分子 2000年就任台湾地区领导人时 曾做出四不一没有的承诺 而后公然叫嚣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 两岸是一边一国的关系 在岛内及两岸造成极其恶劣影响 台独金主孤宽敏 岛内铁杆台独大佬 在日本组建台独联盟 几十年来 孤宽敏积极资助各个台独团体和台独刊物 并疯狂鼓吹台独 宣称自己过去台独 现在台独 将来也台独 独派精神领袖史名 本名是昭辉 是独立台湾会的创始人 更是台独著作 台湾人400年史的作者 被视为台湾独派的启蒙导师 精神领袖 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 苏贞昌 在民进党主席人内公开宣称 台湾已是主权独立国家 早已独立 在党内思潮要求修改两岸路线时 坚持不废除台独党纲 并将党内的大陆事务部 改名为中国事务部 法力台独 林毅雄 曾任民进党主席 是岛内坚持己见的独派大佬 独派重要的精神领袖 以林毅雄为代表的独派 在岛内以各种手段推动所谓法力台独 即入联工头 吕秀莲台湾证明运动 吕秀莲曾任台湾地区副领导人 是一个激进的极端台独分子 力推所谓为台湾证明运动 公开宣称所谓台湾是台湾 中国是中国 游汐坤恐怖平衡论发明者 曾担任民进党主席和台行政机构负责人的游汐坤 是恐怖平衡论的发明者 曾扬言 如大陆发射导弹攻击台北 台湾就发射导弹攻击上海 郭贝宏独派媒体大佬席乐岛阵线联盟 郭贝宏是台湾民治董事长 是台独的背后金主 他曾扬言要利用台湾最赚钱的电视台 帮他完成所谓独立建国的夙愿 郭贝宏海网罗挺独人士 组成所谓习乐岛阵线联盟 以组织方式推动台独 黄国昌太阳花幕后黑手 现任时代力量党主席的黄国昌 2014年幕后组织太阳花学院 煽动学生仇视反对大陆 污蔑两岸服贸协议 制造两岸对立 严重损害两岸关系 蔡丁贵激进台独分子 拉倒村中山同像 曾任台湾成功大学教授的蔡丁贵 曾组织独派人士 拉倒村中山同像 太阳花学院期间 号召学生反服贸 并组织独派人士 长期在台立法机构附近搭帐篷宣扬台独 大陆未来是否会公布台独分子名单 海峡卫视特约评论员谢南表示 台独分子的言行必会遭到历史谴责 是否公布台独分子名单 主动权在大陆这一方 如果未来两岸形势到了大陆需要加速 两岸统一进程的话 大陆会相应地修改反分裂国家法的实施细则 并依据法律规定制作台独分子名单 若制定并公布了这份台独分子名单 大陆必会采取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手段加以惩戒 以推进两岸和平统一进程 谢南认为 大陆会不会这么做 主动权掌握在大陆未来对两岸关系情势的研判上 蔡当局和岛内台独分子必须知道 自己的言行必然会受到历史的检验 是被盯在历史耻辱住 还是回归九二共识 选择权在蔡当局 正如国台办发言人安风山所说 台独只会给台湾同胞带来灾难 台独分子不要以为说过的话 做过的事可以传过水无痕 任何执迷不悟的台独分子 都必将受到历史的惩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